我們就來看到遠雄集團董事長趙騰雄 涉嫌在桃園縣巴德合一住宅的開發案行會官員 人稱廠辦教父的趙騰雄白手起家 成立了遠雄建設 他靠著強硬的刑事風格建立了房地產的王國 不過也因此引發了不少爭議 還有人形容趙騰雄是九命怪貓 而這回弊案能不能夠全身而退 外界也非常關注 遠雄集團董事長趙騰雄 涉及桃園巴德合一住宅弊案 這位白手起家從基層做起的廠辦教父趙騰雄 儘管最後交保但仍然整經各界 趙騰雄是1944年出生苗栗厚龍人 只有中學畢業的他從摩板尼學徒做起 創業前的他曾經窄台高築 25歲成立遠雄建設 靠著穩扎穩打精打細算站穩房產界 不過這樣的性格也讓趙騰雄爭議不斷 其實因為他有很多的這個爭議的這個案件 要跟他合作過的人才知道說 其實你要就是說遠雄集團的建案很多 然後這個案量也很大 但是如果你跟他合作的話 其實合作那一方都要特別的嚴謹 特別的小心 而趙騰雄本身也是很謹慎的人 就算遇到大風大浪 趙騰雄總是能一再渡過難關 他的訴訟的經驗非常非常非常豐富 如果在建築業的話 很多人形容說他是九命怪貓 做怎麼樣的一個切割或是做什麼樣的一個防火牆 我相信他會適度的去做 過去靠著高明手段拿下各大建案的廠辦教父 這一回深陷賄賂官員風波 但能不能再度全身而退 外界都在看 優點TV 吳嘉麗良 麗玲 新北市報導